当远在江都的隋阳帝听闻袁善达说 东都洛阳被李密百万大军围困时 是深受震动 东都洛阳可是隋朝最重要的政治中心 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西京大兴城 于是隋阳帝赶紧就把 这个向他传递坏消息的袁善达给杀了 因为他此刻最不想听见的就是盗贼猖獗的消息 没人来报忧 天下自然就太平 深感时日不多的他 要尽情享受生活的美好 而不是瞎操心 上回说到李密与宅让率精锐 攻克了隋朝在中原最大的粮食储备基地 兴洛苍 瓦岗军占领此地后 不仅扼住了东都洛阳的命脉 还通过兴洛苍的大量粮食 吸引了大批机民前来参居 从而也是李密的功勋和威望达到了顶点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 宅信仁后的宅让 就是想不下课都不可能了 于是很快瓦岗寨的两个元老级人物 就开始频频做宅让的思想工作 要求他让位给李密 这两个劝宅让退位的人 一个是李密的旧王伯当 还有一个就是宅让的心腹徐士基 徐士基自卯工 他投奔瓦岗时才年纪十七岁 据说徐士基是个富二代 家里用人成群 积粮如山 可他却一点没有顽固习气 而是热衷于慈善事业 整机贫乏不问亲书 很显然 这样一个家境优越乐善好施的富二代 投身起义 绝不是迫于生计 而是为了实现他的人生报复和自我价值 家庭的优越也决定了 徐士基会比那些只知道抢钱抢粮 抢地盘的人更富有远见 也比任何人都能看出李密的领袖才能 于是大爷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在徐士基和王伯当等人的劝说下 宅让终于下定决心 正式推举李密为盟主 上尊号卫公 并设立高坛 恭请李密即位 改年号为卫公元宁 李密上位后 立刻设立行军元帅副 拜宅让为上主国 司徒 东郡公 以善雄县为左武侯大将军 以徐士基为右武侯大将军 其他部中各有仍名 瓦岗寨的新一人大佬就此形成 此时李密虽然没直接称帝 但基本建制已经和一个小朝廷无异 而瓦岗寨也从此名扬天下 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全盛时代 这一年春 黄河以南 江淮一北的便民军纷纷尊奉卫公其后 瓦岗军也一举成为当时最大的一支反随武装 接下来 李密自然就把目光转向了大随王朝的东都洛阳 然而在攻打洛阳之前 李密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需要做 那就是制造舆论 让天下人都认可李密的瓦岗军 不是造反的乱臣贼子 而是除暴暗粮的正义之师 同时也让天下老百姓都认识到 改朝换代的合理与必要性 所以又做到这一点 不能光靠枪杆子 得靠笔杆子 而李密此时手下就有这么一个 善于挥舞笔杆子的人 他就是祖军燕 祖军燕是北齐宰相祖庭的儿子 从小博文强计出口成章 隋文帝的时候 大使人薛道衡曾向隋文帝推荐过他 没想到隋文帝一听这个名字就说 这不是北齐大奸臣祖庭的儿子吗 这种人政治背景不干净 我不用 好好一个青年 就因其父的历史屋顶 被晾在了一边 好不容易到了隋阳帝的时候 历史问题没那么敏感了 可是隋阳帝在文学上又颇有点自负 容不得别人超过自己 所以对祖军燕这么一个大才子 也颇为忌讳 只让他当了一个小小的速成县令 怀才不遇 这让祖军燕非常不满 眼看着隋朝一天乱死一天 马港军的势力也一天比一天强大下来 祖军燕就干脆投降了李密 李密正在创业时期 自然是对祖军燕奉恶上宾 凡有习文告示 一律都交给祖军燕负责 祖军燕半生蹉跎 终于找到肯赏识他的人 现在李密要打舆论战 于是祖军燕大笔一挥 就写成了那篇千古习文 为李密习洛之文 此习文历数了隋阳帝的十大罪恶 杀父海凶 强奸亲密 沉眠酒色 广见亭台 横征暴敛 学无度 征伐高丽 拒荐度能 脉官欲绝 言而无信 从思德说到功德 把隋阳帝骂了一个狗血喷头 说完这十大罪状之后 祖军燕还嫁了两句更厉害的对照 庆南山之主 输罪无穷 居东海之波 刘恶难尽 大概意思就是说 把南山的竹子都砍下来写满字 也写不完隋阳帝的罪恶 把东海绝看 波涛滚滚也抵挡不进隋阳帝的罪行 这就是成语庆竹难说的来历 不得不说祖军燕这篇细文 抹黑了不少隋阳帝 比如说隋阳帝杀父兼妹 就纯属子虚无影 其次隋阳帝是个工作狂 几乎没什么机会坐下来享受生活 另外他一生敬重萧皇后 三个儿子之中有两个都是萧皇后所生 所以在好色这个问题上 的确有点冤枉他了 要说真正无可辩驳的 也就是他真法高勾力 剧见度能 言而无信等三四条而已 但习文不是研究论文 只要坑枪有力打动人心就是好作品 没人去分析他的真假 所以这篇习文一出来 真是堪比雄兵百万 天下马上为之震动 也就是在这时 有两个传奇人物投靠了瓦岗战 第一个就是秦琼 秦琼在老大张须陀阵亡后 先是投靠了驻守在虎牢关的裴仁基 在祖剑宴这篇习文出来之后 裴仁基就向李密宪官投了详 而让李密大喜过望的 他不仅仅是得到了虎牢关和裴仁基 而是顺带得到了他麾下的秦琼 差不多就在秦琼归附李密的同时 程耀金也来到了瓦岗战 程耀金在加入瓦岗战后不久 就改了一个很严肃的名字 程之杰 此后他也一直以此名刑事 可是程耀金这个名字 基本上家喻户晓 而程之杰却显为人知 秦琼宝和程之杰来到瓦岗后 李密立刻任命他们为票棋打将军 统领麾下最精锐的八千名内军 李密时常对人夸口 我这八千精锐 足以抵挡百万打军 此时李密的麾下 可谓是兵强马撞人才济济 然而他一心想夺取的洛阳 却一直啃不下来 因为此时的洛阳还助手着 二十多万装备精良 训练有素的随朝正规军 要想自己的杂牌军消灭他们 谈何容易 不过在李密看来 这二十多万随军 固然是守护着洛阳的一大保障 但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包袱 理由很简单 因为这二十多万人每天都要吃饭 几年来 这支数量庞大的军队 一直依赖于洛阳附近的两大军粮储备基地 那就是兴洛舱和回洛舱 如今兴洛舱早已被李密占据 下一步只要再把回洛舱拿下 那么就能把洛阳这二十多万军队活活困死 甚至是饿死 于是大夜十三年初下 马岗军与随军围绕着回洛舱 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经过不懈努力 马岗军最终攻占了回洛舱 眼看东都洛阳已经岌岌可危 驻守在洛阳的随阳帝孙子杨栋 慌忙派遣太长城袁善达赶赴江都 向自己爷爷告急 袁善达也不如使命 最终穿越重重贤族抵达到了江都 一见到随阳帝 他就声泪俱下地说道 李密庸重百万 包围了洛阳 此时城内早已没有了粮食 若是陛下迅速返回 李密那些乌合之众 涉于陛下的威灵 必然会溃散而去 若陛下不回 东都就一定会陷落 要知道 东都洛阳可是随阳帝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中心 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西京大兴城 所以听到袁善达的奏报 随阳帝也深受震动 可是震动归震动 他实在是不敢再回去 其实随阳帝是一个很脆弱的人 在经历了几番失败之后 他已经彻底心灰意冷 再也没有当年与天斗 与地斗的勇气 但该怎么打发这个袁善达呢 这时候 随阳帝的近臣于士基 注意到了他阴郁的脸色 他知道天子最不想听见盗贼猖獗的消息 过去他也曾在这方面做过政绩 可无一例外全都触逆了隆林 后来他就学乖了 只一心一意地取悦天子 于是于士基说道 越王年少 肯定是有些居心叵测之人匡骗的 倘若形势果真如此严峻 那袁善达又何又至此呢 随阳帝一听 赶紧顺坡下驴 他不仅自己不回洛阳 还直接把袁善达打发到了东阳去都院粮草 名义上是让他去征集粮草 其实是叫他去送死 因为东阳是农民军最活跃的地方 其结果就是袁善达很快便被便民所伤 从此再也没人敢跟天子提东都洛阳的情况 没人来报忧 天下自然就太平了 袁善达带来的不愉快 也转眼就被随阳帝抛到了九霄云外 深感时日不多的他要尽情享受生活的美好 所以江都的离宫内依旧是歌舞升平 随阳帝不敢回北方 这对李密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 然而此刻李密在军事上却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从具体的战役来看 他一直都在打声掌 什么问题也没有 但对一个同帅来讲 最大的军事难题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 而是如何制定重大的作战方面 马港军崛起于河南 因此从一开始 攻打东都洛阳似乎就成了李密的必然目标 问题是李密如果想要夺取天下 攻打洛阳似乎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当初杨选赶起兵的时候 李密曾经给他出过上中下三侧 其中上侧是攻打淋雨关 切断隋阳帝的归路 中侧是攻打关中 占据隋阳帝的老巢 让他有加难归 下侧才是攻打东都洛阳 最后杨选赶采取了下侧 李密还因此扼腕叹息 可是如今李密却也在洛阳周围修营了 挖壕钩 摆出一副要打持久战的模样 李密这样做 不是和自己原来的理念 背倒而驰了吗 所以也有人给他提意见 提意见的人叫柴孝和 柴孝和本是随朝的显力 后来举程投降了李密 他眼看着李密屯兵于洛阳城下 胜仗虽然没少打 但无论如何 想在短时间内攻破洛阳城 似乎是难上加难 于是他对李密说道 洛阳是所谓的中州四战之地 就算拿下来也无闲可守 在地理位置上 远不如被山带河的关中地区 秦汉两朝都定督关中 正是看中了这个地理优势 另外洛阳城防坚固 兵力也不少 短时间内必定难以攻克 而关中兵马大多被随阳帝带到了扬州 城防相对空虚 更容易拿下 两相对比 不如把关中作为主攻方向 只要站稳了关中 靖可攻退可守 这才是建立霸业的基础 分析完这些 柴孝和还补充了一句 如今天下豪杰都在靖相追逐 如果您不早下手 肯定就有人下手了 到那时可莫要追悔莫及啊 那么听了柴孝和的建议 李密是什么反应 他的反应就是把自己的贵人宅让给杀了